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低点 星期低点 就说标间一晚上500多块钱人民币 就是豪华套间也就900多块钱 后来潘石屹拿着那个微博就问这个骆家辉 说人家说你的出差标准住不起这个会议安排的这个酒店 而且呢会期只有一天就是办完事就走 也是为了省钱说是不是这样就当面求证 为了他会说是这样 这真有点 那在美国普通的酒店住住也要也要100多美元啊什么 这这也不怎么太贵啊 对应该来说 他肯定是这个美国的和平演变大使 也不至于 最近马英九不是申报了吧 我一听到他钱还不少呢 马英九 这大家应该是9000多万吧 7000多万 对吧 还有几处房产 还有几处什么 但是他底下的那个什么肖万长啊 什么吴敦义啊 那钱一算大概人民币就是几百万就少少少少少的多啊 不过既然咱们就说到这个上线和下线 到这次他们博博论坛 姚明还真跟那个主持人 这个叫瑞承刚 说俩人都有个对话 我不知道原始情况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感觉是呛了一下 呛了一下什么 本来谈这个话题 就是说幸福上线在哪 底线在哪 姚明讲的也有点意思 姚明说 这个幸福的这个底线 我觉得在于这个社会保障等等 这些医疗保险教育这些的东西 但是上线是个人要节制自己欲望的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主持人就问了一下姚明 说你做NBA运动员 每年4000万到5000万人民币 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 是吧 按照他正义的年收入应该不到20万 就说两个 说大家同样辛苦 是同样辛苦 同样辛苦 同样工作 最后的反差这么大 姚明回应说 我跟谢书记这个比较不太对 说我们是两种体制 是两种分配 两种分配 另外他还好像 我看到网上还说了一个 就是说 我这是怎么怎么挣钱 可是那个书记呢 利用他那个位置可能一个手一批一动 那就是几十个亿的这个 几十亿的资金的流动 那他有权利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不能这么比 姚明都聊到这 对对对 我看网上也说到这 哎呦 这么多人考公务员 说明大家都知道这个官员前途 前途 这个前途 我跟你讲 上线和下线 这玩意还真的是 这个我现在觉得要感 有时候要感谢他们这样的一些导演 就是敢于拍这个 不是商业大片的那种电影的导演 呃 你们说的那天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徐老师一听见三线就哭了 我对三线这个 没有哭啊 哪里有哭呢 哎呀 全国人民都传遍了 对 都看了 徐老师哭了 没有 这稍微有点感触而已了 你为什么感触了 他是这样 我我我后来 我记得是 他拍了一个是纪录片 对对对 拍一些 三线人家 就我这个我十一的同时 后来 你叫他说吧 你叫他说吧 对就我十一拍的同时和前后呢 我就想也同时拍个纪录片 这样一条年我们父辈啊 都七七十八十了 都快不在了 我想通过他们口述啊 记录下的一些过去的事情 这样的话呢 那天就摘了一些片段 就过去我们的阿姨啊 叔叔就讲他们这个 讲到激动处 讲到他们的命运 讲到他们的子孙 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孙子 他们的担忧 然后还讲到他死了以后 我这哪路埋了 对对对 我想起来 是这么 是这个三线 从上海去贵州的 对 三线的这些职工 他们在贵州过了差不多 大半辈子了嘛 但是有一个老太 好像是在说 他就是说 我呢 死了以后呢 我也不要葬到上海去 但我也不想葬在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会葬在哪里 就大概讲这么一番话 那么这番话 其实你要讲到 他整个这个 这个话很真诚 这几句话 完全是真诚的话 我觉得恐怕 先得给今天年轻的 这个观众啊 解释一下这个三线 因为你像包括我呀 都不是特别了解 关于三线 我第一个就知道 彭德怀 当年庐山会议之后 整彭德怀嘛 就把整彭德怀 发这个西南三线总指挥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印象 你看这几乎啊 跟中国眼睁就一样 我跟你说 被人说似乎遗忘 多年的一个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做主持人呢 有时候经常收到一些来信 说实在我现在还留着 那都是就是字字写生生类啊 往往都是后头 签着几十个人的这个名 名字 我这一时找不着那个信 那信就是基本上就是 胡锦涛 温家宝 杜文涛 就是写给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从他们的信里 我才知道 就原来当年新中国建设时期 有一些从大城市到了什么西南 这个贵州啊 甚至还有去新疆的 是不是 就说去去 你们你们家算不算这种啊 对啊 我们家我就从小在三线长大的 因为我出生 66年出生 两三个月以后 就从那个随着父母就从厂里 就整个就牵过去了 因为那我们原来是上海光学 一起上光场 然后现在整个三线是沿海一带 大工业城市 包括北京啊 东北一些重工军工企业 而且是属于那个 在整个企业里面 工厂里面挑高级的 好的知识分子 整个的就 而且要动员 比如你这个部落厂的 要把你比如你的丈夫啊 爱人在外场的 要调过来 一块去三线 举家 对我想起 为什么当时就跟这个苏修 说苏联打原子弹怎么办 其实是一种战略部署 一线二线 你看三线都相当于抗日战争的时候 国民党呆的地方 大三线跟小三线 小三线呢 就是从上海这些跑到安徽 对 这叫小三线 大三线就是到贵州云南 就是到了 西南 就山沟里面 准备他们导弹飞机炸 我们也不能被他们炸到 把山挖空 然后进去 然后他们那个部队的首长 是飞机往里开 在飞机上 从悬窗往来看 开开开开开 开进去 觉得这个大山里面 注意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个地方 记下来 再开 就这个地方 记下来 就点完之后 安静这个坐标 下去 不管离城市有多远 离贵州啊 尊义啊 不管多远 这样定出来 这样定出来 然后开始往里 开进去 开进去之后 从那个荒山里面开始 建房子 建工厂 建生活区 建什么什么 把这个配套 就在那开始运材料 就开始生产 那个军工企业 为了防炸弹 还得把山有时候挖空 就这样 这场到现在都有 好多啊 那个里面好多场 现在我去拍戏 在往里走 走到最后都走 害怕了 现在我用现在的车 往里开 比如到了尊义 我曾经拍青红的时候 往里走 四个小时 到了尊义 以后尊义的下面一个区 往省里长四个小时 完全没有人了 比长征路线 还要偏僻的地方 一旦一进去以后 一进去以后 傻了就是 你就看得全是那个空楼 一个一个的红砖墙 一排一排 厂房都空了 居住区 曾经人丁兴 往现在家家户 黑洞洞的窗口里面 全部都荒芜了 长得杂草 一个一个像那种 他们全 因为我是到了2000几年 衰败以后 又开始又移出来了 没法生产来呀 市场经济 他们的成本一高 往里运来运去的 没法竞争了 又不搞统货统销了 所以他们就又挪回了 而且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打仗了 也不会打仗了 就挪回来 离他们最近的城镇 但是那回水不去了 你想你想举家过来 几十年之后 想举家回上海 户口怎么办 各方面没法弄了 而且还有这个心理上的 你说这种是自尊心呢 还是自卑感呢 所以会有你说的那个 就是我这骨灰 放在上海也不合适 放在这儿 我也不是这儿的人 我呀 徐老师就哭了 向上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平酒韵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用鸡汁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僵 与锦共酒 地球上有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纬20度 冠兰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冠兰湖海口 所以为什么就聊到小帅 我十一不是他十一 他这片子就是1974年到1976年间 一个11岁的小男孩 通过他的眼睛亲眼目睹了一个杀人事件 杀人案 最后好像也让杀人者被正法 讲这么一个故事 很显然这个小男孩就是三线的子女 其实也是代表了三线 我们一代人的整个 我的背景是三线 但是我十一 你的十一 任何人都有十一 这个我可能就是说 我了解 因为我也是工厂大院长大的 我父母都在工厂工作 所以我也了解一般北方工厂里是怎么样一个生态 孩子们怎么玩 我不知道你像你这个这种在贵州云贵大山里 这种三线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就是封闭 因为他跟周边的那个 我们一进去以后就这么两千多户 两千多户人从那开开开 开决出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地方 跟当地人几乎不怎么接触 然后我们小孩其实活动范围非常小 一个山坡下面的生活区和学校 这就是我们童年成长的所有 然后周边的那个寨子呀 城市像贵阳市很远 那根本对我们来说 根本没可能去黑乎乎的也没车 然后呢 我们其实孩子来工厂都很少进 偶尔找妈妈会进去工厂 工厂都很少进 就那小山坡 小树林 小河 这就是我们的天地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代 以及那个特殊性 我们呢 通过孩子呢 多多少少要领略到 感觉到大人的不一样 感觉到我们这批人不一样 既不跟当地人接触 又慢慢的回不了上海 然后这些人又 大人又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开始 开始决心 跑 它是个封闭的一个概念 所以那个张云林写 小团议员 他给宋奇写信的时候 就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是很朴素 但也很有道理 他说作家其实 最能把握的 还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 就最熟悉的事情 他把握他熟悉的事情 他就会打动人 但是我跟三线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在概念上听说 但是他只要把这个作品 写出一个真情 你就是跟你不相关的人 你会为他流泪 而有些人讲到你切身的事情 你不会被他感动 你要再仔细去想呢 他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 怀香 怀香啊 永远是一个很touch的 就是很感动的情绪 但是一般的怀香是两种 一种是 你从乡下到了城市 你生活的比原来好 但是呢 你回不去了 你有隔膜了 润土 鲁迅的这个故乡这种 但是家乡回不去了 有一种 有一种模淡淡的悲哀 这种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 你在城里你不喜欢 你怎么都容不到城市 你总觉得你家乡好 沈从文编城这种 那时候家乡是无限的美好 但是他们那种怀乡是非常特别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造成的特殊情况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 这个乡是一个比较好的城市 它去的是一个比较偏远的落后的地方 换句话说 它的怀乡是从一个弱势的 穷困的地方 怀念它原来好的地方 而那个好的地方回不去 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所以那些人在外面 你知道他们虽然在贵州的山沟里 可是其实你仔细听 他们是一个小上海 他们跟周围的人还是不相干 这跟什么知青 云南建设兵团 他们也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你那些人在云南生活 可是他们又跟周围的人不相干 这有点像台湾的眷村了 对 就是当时说到知青什么事 大家青年人集中在一起 劳动啊生活 然后三线是举家 是有母亲 父亲 甚至有奶奶外婆 有孩子 有孙子 是正常要在那边生活的 要种地的 要吃水 要生产 就是完完全全移到那块去 成为那地方的生活 这样的 他更被挨在什么地方呢 知青去是没办法 你没工作的 你学校毕业了 到时候一片红 你全都去了 年纪轻 他们本来就在工厂里了 全民工矿 这个时候的 在文革期间的社会等级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而又是相对又比较自愿的 把你可能太太还不是 你的老婆还不是这个地方 还调过去 永远就到了那个地方 而他们小孩将来就扎根 在那边 所以他们老的时候 他们回想 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集结号早吹过 他们早没听见 对没错 转型转到不是哪里去了 这批人还有谁提起啊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对应 就是好 我就是说啊 我收到的这个 那些信呢 就当年这个三线 来自三线 一般都是老人家 写的这个信 大略都是哪几个主题啊 要赔 要落实政策 或者就是说 当年怎么怎么怎么 我们这一辈子 就这样交代出去了 就被领导 从飞机上这么一看 就是我觉得 还有后代 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 那么有的是考出来 有的就当了 又接替了 当了这个 计校 计校完了 又到厂里去 下一代就是 说先了青孙 先中生 现在中生 还是先子孙 就是他们 当那个时候的 顺口溜 但他们现在最最担心 那孙子一辈呢 再孙子一辈呢 就他们原来的政策 是在你看上海都这样了 落差这么大 那他们怎么办 那么有什么政策 其实他们已经无所谓了 就像骨灰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这样 所以啊 这个中国 新旧中国都创造了很多 人类学的课题 就是历史上都很少见到的 这么一种 人类在这么一种生态下 他会变成 包括子孙 这个子孙 就像这个你说的 我十一 这十一岁 这个小孩 他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眼睛 会看到什么 我们今天小帅 也带来这么一小段 这个片花 我们可以领略一下 就说我们是 我们要弄得最好的 让我在做高的材质上 给他们 操我一边去 每一段花 跟每一段花 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人 我是坏人 这个逃犯呢 有可能就在我们场中 我什么人呢 你凉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想人呢 我让他再出来了 一个小云犯 别来说 我能不能杀了我们呀 我记得是朦朦朦朦朦的 那年 我十一 你觉得 我刚才看这个 我第一个画面 我突然莫名的想到 这个刘晓冬的那个画 那个三峡 为什么就说 很多人说画的好 就不同人在里边 发现不同的东西 你像我就注意到 他这个三峡 拆迁的那些人 失去家园的 那些个孩子 他这个画里有一个元素 几个孩子跑上来 那几个孩子手里 可是拿着彩刀 几个小孩 也像是十一岁 就像 你就会感觉啊 在那种 比较破烂 凋敝的 这个 惨黄惨绿的那种土地上 这个 那么样的一种感觉 生命力 你 这让想起 你小时候的生活 会有暴力因子吗 其实 我是觉得 像我们六十年代出生人 可能跟五十年代 参与到这个文革早期 还不一样 因为文革早期我们很小 然后呢 我从我的角度啊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角度 我们在山里面 在这工厂里面 相对 他有军工厂 相对那个外面的这个 整个我们听说的文革 都在周边发生 都在贵阳市 是在大城市 在那边相对冲击稍少 有一些打斗的 我们小时候都没记忆 等我们开始有记忆的时候 相对 其实我们觉得是相对 安定的 都是我在我爸爸的城里啊 听到远处 打人的时候的吼声啊 什么都是这种 所以呢 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 也呈现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 在十一岁 朦朦胧胧 在成长 介于对大人世界 对性 一个一个 这样的一个界线 界点上 界面上 来呈现我眼中的 那个时代 那个人物 那些那些情感 我觉得这个 其实把每个剖析 细了以后 我们每个人组成的历史 就变得很真实 我是这么去想这个问题 就在革力 革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咱又说回 就是博鳌论坛上 这主持人 他讲 这瑞神刚讲 说这个幸福 他觉得是比出来的 一种是垂直的比 跟自己比 有时候能觉得挺幸福 还有一种 是水平的比 比如跟你的同学比 你可能不幸福 那么我就想 这要真是给他 签出这个回忆来 我觉得这真是 事态炎凉 你比方说 工人阶级 地位下降了 你觉得吗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是工厂子弟 那个时候是咱们工人 我怎么发现 清明节中央台晚会还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吧 那个时候真的是 咱们工人有力量 工人的造型 那是就是很光彩的 包括那个时候说是 假的 三线 怎么说呢 我知道你说是假的的意思 但是好像在这个社会 笼统的这种感觉上 他是一个跟今天不能同人而语的 就是在当时的三线的话 就我们少年童年的记忆 这是工人呢 我们父母也都知道 就是说他有周日的时候 有赶集 因为厂里面 然后他周边农村去赶集 那赶集都是农人啊 拿着菜啊 一些小肉啊 那么我们就那个时候 六十年代刚开始 头十年五年的时候 工人确实 他是双工资 他有双职工 他有双费工资 商品粮 对 他有双 工资都会保障的 就金饭碗 铁饭碗 所以他出去吃买菜 都是给那个农民 讨价还家呀 给你便宜点 什么农民人呀 你们是工人的 你们有钱 来照顾到我农人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到了七十年代就结束 七六年 我和他们结束 到开放 到整个的这工厂转制 要变成军工企业下来了 干民用了 达自己自己竞争 股份制啦 什么的 这个他优势一失去以后 那也还是工人 还是工人 但是失去了黄粮以后 周边的那个自由经济 起来了以后 大家都有钱了以后 农人就起来了 他们相反再去买菜 然后他们有一道 八十年代初 到八五年 我去我的同学那几年 见到我都全 每个人都低着头 唉声叹气 两到三年 一分钱发不出来 全到工厂里去打打饭 就家里 而且双职工更惨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们一跑到外面 农村去变成 他们去那个 那个赶集 就像就像 做贼一样的 最后人家说 哎呦工人来了 可怜可怜可怜 那个菜多给你一把吧 哦那个米多给你的 就可怜可怜 他的也确实有 确实有一个大的变化 但那些大山里的厂 现在还开吗 现在就就 慢慢他的股份就不行了 就做不下去了 就开始磨 磨出来 磨到这个周边 留下一些痕迹 留下一些残根断碗 然后出来外面 然后呢 他们怎么 怎么融到这个社会里 后一代 因为老的退休了嘛 我这辈人 现在都要 快五十多岁要退休了 然后老一个更退休了 新一代就融到了 他们的社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谈天资格 ECN楼棺 文明启事度 ب سے semanas 多謝啦